美国过去一个语言家开戏 这世界上很多人知道 他是一个灵体妇神 用催眠的方法替人治病 这个灵非常善 确实在过去身中是他的好朋友 缘分很深 负在他身上 他告诉我 这个世界 所有一些人 一生当中的遭遇 没有一桩事情是突然的 没有原因的 没有一桩 都是有前因后果 过去身中没有因 这一生当中 你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 这一生当中所造的因 又感到来生的果报 这是夜因果报 四十真相 他说出来了 我们从这一桩事情就联想到 我们今天信阿弥陀佛 真干就晓得不容易 跟前世的因一定有关系 也就是过去身中 多少进来 我们都念佛 求往生 为什么没去呢 大概在灵命中是有怀疑了 所以身身世世 累积下来的 善根福德因缘 这一生又遇到了 身心不移了 这一生往生了 不是侥幸的 没有侥幸的 是应当庆祝 我们累积的善根 在这一生成熟 是这么会死心 这真正值得可惜 如果没有成熟 这一生当中 还是不能往生 依然错过了 只要我们细心 冷静去观察 全都能看出来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一个念佛人 念得很好 功夫不错 没有忘念了 齐心动念 心里都是佛号 灵命中的时候 家庆建树 在旁边扰乱 集中想方法来急救 这一急救就麻烦了 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心就乱了 那就去不成了 这真正是所谓 不是冤家 不居住 或是你的儿孙 或是你的兄弟 你的亲朋好友 他也是善意 不是我意 善意 障碍 你往生 所以吃宗 精良 里面特别提出这个警告 人在临终的时候 最好 家亲眷属 不要接近 隔离 让同餐道 道友 祝念 送他往生 走了之后 八个小时以后 让他家亲眷属 再来看他 这很有道理 是安全的护航 这个不是不人道 所以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 念佛王僧的八小时以后 没有问题了 他真地已经到基督世界去了 留下了这个遗体 怎么处置 与他不妨碍了 这是叫什么 就是习气 真有功夫 习气很薄 那不在乎 一断气 他就走了 但是这种人少 太少了 所以就不能不慌 人生的餐 非常薄